那你認為蔣萬安在年輕族群議題這塊是不是比較少琢磨 這個我沒有辦法為他發言 如果蔣萬安是先辭掉立委再去選市長 這個你要自己問他了 我沒有辦法幫他回答 昨天有一份民調顯示說黃珊珊在年輕人族群這一塊 是大勝蔣萬安的啦 那目前對於民進黨而言 你認為說這次的選舉是不是搞不好可以額外的勝出 我們也看到其實 候選人的年齡不表示你會得到什麼年齡的支持 社會大眾在乎的還是大家對於議題是不是有站對立場 我們在大家最關心的議題上面有沒有帶著社會一起前進 那你認為蔣萬安在年輕族群議題這塊是不是比較少琢磨 這個我沒有辦法為他發言 聽這個年底的補選 立委補選 有這個打算嗎 我沒有這個打算 原因是我們 不打算 這個把市長的這個 身為民進黨員我們不打算把年底的市長這個讓給讓給其他人 所以我們絕對會全力以赴 全力的扶選 讓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 贏得市長的選舉 最重要的是為台北市民服務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面 不會有年底不會有扶選的問題 可是如果蔣萬是先辭掉立委再去選市長 這個你要自己問他 你要這個問他 我沒有辦法幫他回答 我們還是要看 他還是說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